在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就开始大力修建长城,此后长城经过历代王朝修缮,才成了为我们如今看到的样子。不过,放眼来看,长城歧视并不高,平均高度也只有七到八米的样子。这样的情况,不禁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好奇。长城修那么矮,究竟能干什么?能防住谁? 对此,一名美国学者直接出面指责道,秦朝修建的长城把我们欧洲害惨了。那么,长城的修建为何对欧洲来说是件坏事?长城修建后,究竟如何对欧洲引发蝴蝶效应的呢?这位学者的观点是否具有合理性? 不过到明朝,长城一般衣衫俱显而建,分为封碎,女墙等拥有多种防御功能的城墙以及堡垒。在大众眼里,长城似乎最早建设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朝,但实际上,在战国初年,中国北方就已经出现了长城。 当时,战国七雄并立,相互攻法,为了拓展本国的领土空间,加强人力,各国都着力向少数民族方向发展,例如秦国灭掉了西方戎敌大国一区国,赵国灭掉了游牧于今天内蒙古中部附近的林虎,楼藩等国,而燕国则在大将秦开的带领下大破东移,拓地迁于礼,将辽东纳入了燕国的版图,但是随着这一系列的胜利, 秦、赵、燕三国却再也无法向北继续推进,他们并非不想,而是不能,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将国境推进到四百毫米降水线附近,只要过了这条降水线,农业生产就会因为缺水和寒冷而无法有效进行,若不能农耕,就无法维持当地驻军以及人民的有效生存,对当地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秦、赵、燕三国便会停止向北方的扩张,然后修筑长城以划定边界,将游牧民族隔绝于长城之外,而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也成为后来秦朝长城的蓝本, 而这些长城的位置,恰好就在四百毫米降水线附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同时展开了两项军事行动,其一是南征,将南方的百越民族全部征服,其次便是北伐,即向北方的游牧民族宣战,南征活动非常顺利。 当时岭南地区虽然条件恶劣,瘟疫横行,但毕竟是可耕地带,秦军废了一些周折,最终将百越地区纳入了大秦帝国的版图。 至于北伐,则遇到了一些困难,据司马迁说,秦始皇之所以会北征匈奴,是因为皇家方式为他做了预言,王秦者胡也。 秦始皇是个较为理智的人,自然不会真的只为这句称言就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的浩大战争,在他眼中。 匈奴是新生的秦帝国真正的,也是最后的威胁,通过统一六国和南征战争, 秦始皇基本将天下所有可耕之地纳入了版图,东亚大地上绝大多数农民都成了大秦的臣民。 然而秦始皇却发现,广泛分布于三北、东北、北方、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却是无法征服的,他们竹水草而居,犹意不定。 曾横扫百万大军,攻破城池达到数千座的虎狼秦军,却拿他们毫无办法秦军主力来,他们便会立即逃走。 秦军主力一走,他们便会卷土重来,漠北的气候太冷。 在农耕方面几乎毫无价值,派兵驻扎的漠北,在没有铁路、汽车的当时,其代价简直是天文数字。 因此汉朝人说,匈奴是其地不可耕,其民不可目,在秦始皇看来,放着游牧民族,不管是肯定不行的,保不准哪个时候,他们就会南下中原,颠覆他外事一统的大秦王朝。 同时,他也害怕六国余孽,反罪分子,以及不堪秦朝压迫的人民逃亡大漠。 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秦始皇想到了北伐,而目标便定在了匈奴身上。 有人就要问了,大漠中游牧民族那么多。 为啥偏偏要打匈奴呢? 这不仅因为匈奴实力最强,同时也是因为匈奴相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加固定。 原来,匈奴占据着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草原,也就是秦人口中的河南地。 依靠这片富饶的草场,匈奴的国力在草原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因此秦始皇才会拿匈奴第一个开刀, 于是他派蒙田率三十万秦军攻入河南地,将匈奴驱逐出河套草原。 随后,秦始皇将十万移民迁入河南地,建立了朔方郡,打得匈奴不敢南下而木马,打退匈奴之后。 秦始皇立即着手修建万里长城,他因地之意,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大大降低了修建的成本, 使万里长城得以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 随后秦始皇又派数十万大军在长城沿线驻守,由此秦、长城既是一种军事设施,也是一种政治设施。 长城代表着文明的边缘,代表着中央王朝和游牧民族的边界,也代表着文明与野蛮的边界。 质得一满的秦始皇在长城的庇护之下,开始做起了万事一系的春秋大梦,他万万也没想到,他的这个举措给中国。 墨北乃至于欧洲带来了多大的影响,长城的建立,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征战,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才归于一统。 与此同时,从大兴安岭到墨北再到中亚,游牧民族在这些地区也处于一种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在匈奴之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匈奴和东湖,大肉质,林湖,丁灵珠不落一几。 被秦人统称为湖,草原之所以没有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是因为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来说,并不适合成为统一的国家。 要解释这一点,必须要先讲讲草原民族的生产方式,众所周知,匈奴,东湖等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赶着牛羊马等牲畜,竹水草而居,相比于较为稳定农业生产,游牧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很容易被添在一锅端,根据学者考察,农民养活一家四口人,粮母土地就够了,而在游牧区却至少需要二景,相比于气候较为温润的旱地,游牧地区的气候可以用盐库来形容。 在农业区,主食粮食很容易储存,只要做好仓储,即使遇到恶劣的天气也能凑合着活,而在牧区,只要遇到大规模雪灾,就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 在游牧民靠牛羊的肉和奶存活,遇到血灾后,牛羊便会成天的死亡,相比于粮食,肉更容易腐烂,牛羊死亡,也会使奶的来源被切断,到时候游牧民如果不南下贸易或抢掠,就一定会饿死, 因此,游牧民族对于游牧之外的辅助性产业是非常依赖的,而侵略和掠夺,则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产业,匈奴列传记载,宽则随处,因涉猎禽兽为生业,即使人习功战以侵法。 简单翻译来就是,如果条件比较宽缓的时期,就进行游牧和狩猎,但危急之时就要对外征战,掠夺了,这里的危急,往往就是游牧民族遇到重大自然灾难,面临饥饿之灾的时候, 如果不抢东西,他们挨不过严酷的冬天,因此游牧民族往往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南方的有钱邻居,因此自战国以来, 匈奴、东湖、楼藩等民族就一直侵扰着中原各国的边境,他们之所以不形成统一的游牧帝国,是因为正常的牧业生产牲畜不能大规模集中,需要分散牧羊。 大规模的战争则需要把青壮年劳动力集中起来参军作战,为了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防止在缺乏难劳力的情况下畜群遭受意外损失,也需要把牲畜大规模集中起来, 而将牲畜大规模集中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几会对草场造成过度啃食,也会导致牲畜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还可能造成传染病流行,又容易导致大量牲畜被敌方截获,因此各游牧民族会选择就近入侵,兔子就吃窝边草,在战国时期,草原各民族还能混得下去,这是因为秦。 赵,燕三国均以临为鹤,希望将祸水引到对方一边,自然不可能将边墙连接起来,而这些缝隙,也给了各游牧民族侵扰的可趁之机,因为这些空隙,游牧民族甚至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骚扰,然而当秦朝统一。 长城连城一片,各游牧民族就绝望的意识到,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自意的抢东西了,有人就要问了,长城到底有什么用呢? 根据专家测算,长城的平均高度为7.8米,并不算太高,宁以前的长城,大多为夯土所见,算不上结实,如此矮,如此脆的城墙,又能挡住什么呢? 在小边看来,大家或许太小瞧长城的作用了,首先,长城虽然不高,但都一天想而见,不是轻易就能逾越的,况且你人越过了,马岂能越过,没有马的游牧骑兵,根本够不成威胁,连人带马过长城,必须毁墙而入,夯土城墙虽算不上固若金汤,但以游牧民族的攻城武器,拆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等城墙拆完,秦军的援兵早就来了, 其次,长城是一个强大的通信体系,在长城沿线,修建有大量封碎,也就是俗话说的蜂火台,这些封碎不仅可以用作防御的堡垒,同时还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封碎传递信息可不止狼烟那么简单,他们会利用棚,火炬,鸡心等三种不同的燃炬传递信息,并以此分为64种烟火组合,每个组合都传递着不同的消息,游牧民族一来。 守军就会点燃狼烟,援兵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再次,长城还是个系统性的屯兵体系,数十万边军驻守在仗塞,关城和郡县之中,一旦边境有事,他们便会沿着长城飞速赶来,相当于一个运兵的高速公路。 最后,长城还能严格控制边民和游牧民族的贸易,让游牧民族不能通过交易牛羊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 对于那些分裂的游牧小国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强烈成本,导致他们及时丢了性命。 也啥都抢不到,长城虽系,却是绞死墨北珠游牧民族的绞所,为了活命,游牧小国们只好拼命内卷,相互攻发,而丢失河南地的匈奴,则成了众矢之地,正所谓东湖强而越之胜,东湖在东,大肉质在西,居中的匈奴遭到了两面夹击,苦不堪言。 但在短时间内,匈奴却成为了一个帝国,并成为整个草原的统治性力量,而匈奴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势君主,墨独蝉鱼。 墨独蝉鱼是一个传奇性的君主,原本墨独是投曼蝉鱼的长子,是匈奴的下一任君主,但投曼蝉鱼和第二个妻子生下儿子后,就试图取消墨独的继承权, 为此,他将墨独送到越之当人治,随后又袭击越之,希望借刀杀人,让越之人把墨独处死。 然而墨独很激进,抢了匹快马逃回了匈奴,匈奴人看中勇士。 投曼蝉鱼欣赏莫独的勇气,便将他留在了部落,谁知墨独早就怀恨在心,他找了个机会杀死了父亲,然后将他的弟弟们全部杀死。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墨独蝉鱼攻灭了强大的东湖,在吞并东湖后,墨独又转兵西向,灭掉了大肉之,将大肉之王的头颅做成了九碗。 此时,秦朝正陷于内乱,无力组织墨独蝉鱼对草原的统一,由于秦墨大乱,长城沿线的秦军皆逃散了,因此墨独蝉鱼不战而重夺河南地,其后墨独蝉鱼四处攻防,灭亡了26个游牧国家,使朱隐公之国成为一家。 匈奴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蛮之长,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按照游牧生产的规律,匈奴原本不可能长期存在,但是长城的存在却改变了这一点,因为要突破长城,就必须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只要聚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马,就可以大大减少南下掠夺的风险,抱着匈奴这根粗腿,草原诸足便能从集体的抢掠之中分一杯羹。 而这也是草原诸足愿意臣服于匈奴产于极权统治的真正原因,因此匈奴绝非单一民族,而是数十个甚至数百个游牧部落的结合体,从考古发现来看,匈奴不仅有黄种人,还有白种人,除了匈奴本部人马以外,还有许多被称为匈奴别种的仆从民族。 匈奴之后,贤卑、柔软、突厥、回合、血盐驼、蒙古等草原帝国接踵而立,他们的统一都和长城的存在息息相关,没有长城就没有草原的统一。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菲尔德先生在他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之中,他又创意地提出了一个观点,秦始皇修筑长城,使游牧帝国不得不将关注点放在曾经不屑一顾的欧洲诸国身上,从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侵略之潮。 长城不仅塑造了游牧帝国,还是这些游牧帝国有余力,有动机进行大规模的西征,他们一旦在中原打不开局面,就会退而求次,向西亚以及欧洲进军。 罗马帝国时期,匈奴人曾在欧洲横行一时,在中世纪前期,马扎尔人又引发了一次侵略之潮,而马扎尔人正是被北魏所击败的柔然人。 在六、七世纪,突厥帝国达到了极盛,曾兵临东罗马帝国,突厥可汗号称世界之主,到了十三世纪,蒙古帝国一军突起,最终横扫了欧亚大陆。